文化部長樓英台11月3號上午 親自走訪台東縣桃園部落跟武林部落 希望針對岩坪鄉社區營造亮點計畫 跟部落騎勞對談 實際了解部落文化推廣的成效 原住民其實我們不能 我們不能夠只是空泛的鼓勵什麼 青年人返鄉 他返鄉做什麼 他有沒有工作可以讓他留下來 所以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以如果說原住民 我們可以發展出有品質的觀光 所以這種手工的產業 可以讓他更精緻化 然後又有品質的觀光出來的話 你原鄉才可能留得住年輕的人才 這一兩年我很深刻的感覺到 會回鄉部落來做文化傳承的年輕人越來越多 而且不單是這個部落 還有很多外縣市不是原住民的人 也來這邊幫忙 所以我覺得多少還是有成效 可是具體層面可能我還沒有看得很清楚 台東縣鹽平鄉亮點計畫 讓五個布農族部落 形塑出獨特的部落特色 包含永康村的獵人文化 鑽山村的生態文化 武林村的傳統音樂 以及紅葉村的棒球文化 而他們在這些特色中找到自己部落要走的方向 給他們體驗一個DIY的手工衣品 然後射箭 然後再帶他們去山上 去山上的話在那邊就是 讓他們自己煮個晚餐 看夜景 然後可能就是會帶他們去山上照那個動物 我會介紹他們我們五個鹽平鄉部落的景點 然後任他們去挑選是幹哪一個景點他們想要的 所以我們就會一通電話就聯絡對方 我們會接訂單 接訂單之後就是所學的婦女如果有空 會打電話跟他們講說我們有接訂單 你要不要幫忙 趕快就用算劍這樣 我們做傳承可能像音樂跟藝術跟舞蹈的表現 它其實都是一顆植物的你看得見的花朵 可是語言是它的根 你如果沒有那個語言砸在泥土裡的 很深的那個根的時候 那些花其實會流於形式 然後語言的傳承 是所有所有藝術表現的根本 部落發展特色 同時希望有更多族人參與 同時培養在地人才 不過每一圈藉由族群文化發展出來的部落特色 可以看到傳統文化傳承的重要性 記者UMAS 下面的達成 台東嚴評採訪報導